之前的节目我们说了,要寻找人类文明演化的规律,必须要从卫星的高度俯视,看几千年的历史跨度,看到的结果是,合久必分只是一时,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事。 从公元前一千年开始,我们人类的历史就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,出现了三种有可能将全球人类统一到一起的秩序,它们分别是金钱,帝国和宗教。 上一期节目里面,我们着重地讨论了金钱,它拥有两大特征,一是万物可换,二是万众相信。 在金钱狂潮的洗礼之下,整个世界逐渐地变成一个巨大而无情的市场,我们开始担忧对金钱的崇拜会淹没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,最终奴役我们的社会、宗教和我们生存的环境。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,第二种能够促成全球融合的秩序,帝国。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章节内容相当的繁杂,并且其中出现了很多同学们并不熟悉的名词与概念。 我把本期节目分成了六个部分。 第一个,什么是帝国? 第二部分,帝国在人们的印象中不是什么好东西,我要帮帝国洗锅。 第三部分,帝国在人类全球化大融合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。 第四部分,揭示帝国促进融合的不变规律。 第五部分,帝国对人类文化影响的不可逆。 第六个,对未来全球帝国的预见。 首先,什么是帝国? 书中给我们做了这样的解释。 帝国作为一种政治秩序,有两个重要的特征。 第一个,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,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。 第二个特征,帝国的疆域是可以灵活调整的,而且还可以无限制地扩张。 按照这样的概念,那么帝国必须统治三个以上的民族。 并且,帝国可以纳入更多其他的国家和领土,而不需要调整自身的基本框架和国家认同。 说到今天的英国,如果不改变其基本的框架和认同的话,它很难再突破现有的版图。 但是,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大英帝国,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它的一部分。 所以,那个时候的日部落帝国才称之为帝国,而现在的英国则不能这样说。 文化的多元性和疆域的灵活性,让帝国占据了历史进程的核心位置。 正是这两个特点,能够让帝国在单一的政治框架之下纳入多元化的人类族群,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融合在了一起。 不过呢,在我们这个时代啊,帝国这个词听起来充满了贬义。 现在对于帝国的批评通常是这么说的。 首先,你帝国制度就是行不通的。 长远看来,征服许多不同的民族,统治起来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效率会极其地低下。 其次呢,就算能够有效地统治,但是这样的做法依然是不道德的。 因为帝国正式造成各种毁灭和剥削的邪恶引擎,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自觉的权利,凭什么要受到其他民族的控制呢? 现在开始进入第二个部分,我来帮帝国好好地洗一下背上的这口黑锅。 关于这两点批评,乍一看确实如此,帝国这个单词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一直都是这样,充满了邪恶、杀戮、侵略和奴役。 不过,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,以上说的两点意见却满是问题。 首先,说帝国的制度性不同,难以统治,但是在过去的2500年的时间里, 帝国一直是全世界最为常见的一种政治形式,并且它还非常之稳定。 大多数的时候,想要吊打帝国内部的反叛军根本不成问题。 帝国之所以会负灭,通常都是因为外部的侵略或者是内部精英阶级的内斗。 其次,相对来说,被征服的民族为了追求自由、对抗帝国统治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, 但是大多数的表现都极其的糟糕,被征服者多半还是臣服长达数百年之久。 而这些民族,被帝国慢慢地消化,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最终也就烟消云散。 举例来说吧,我们知道西罗马帝国是在公元476年灭亡的, 但是他们在过去数百万年来征服的几百个民族,并没有从帝国的余境中恢复重生, 而是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。 这些民族都曾经拥有各自的国家认同,拥有各自的语言和各自所崇拜的神灵。 但是,当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,他们血缘上的后代, 无论是在思想、语言或者是信仰上面,都已经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古罗马人了。 再有就是,当某个帝国崩溃了,这并不代表着署名就能独立, 反而是每在帝国瓦解之后,就会由新的帝国取而代之继续统治。 最明显的就是世界上的中东地区,现在的中东, 同时存在着许多独立的政治实体,彼此之间的边界也是含糊不清的。 但是,在过去的三千年的帝国时代里面,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。 自从公元八世纪开始,兴起的亚述帝国, 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,英法帝国解体。 中东地区的统治权,一直像一根接力棒一样的, 由一个帝国传给下一个帝国。 而在英法帝国终于掉棒了之后, 之前亚述帝国所征服的所有民族,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。 另外,我们并不否认要建立和维系帝国, 确实伴随着惨烈的屠杀。 而统治之后的幸存者,也会受到残酷的压迫。 帝国的标准,多半包含战争,奴役和种族大屠杀。 古罗马人在公元八十三年的时候,入侵了苏格兰, 遭到了当地人的奋起反抗, 结果古罗马人,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片废墟, 烧杀抢掠,当时就成了帝国的代名词。 他们让一切都变成了沙漠,还宣称这就是和平。 然而,但凡说到帝国,就觉得他的一切都是残暴和邪恶的, 所有相关的事物都应该被抛弃。 这样说的话,又太过于片面。 帝国不是完全的有害无益, 因为帝国四处征服掠夺之后, 不是只用来养活军队,新建堡垒。 同时,他也赞助了哲学,艺术,司法和工艺。 现在人类拥有的如此之多的文化成就, 恰恰来源于对被统治者的剥削。 如果不是古罗马帝国的繁荣兴盛, 哪里有西塞罗和圣奥古斯丁有钱有时间地进行思考和写作呢? 如果没有莫沃尔王朝对于印度人的暴征虐恋, 就见不起太极岭。 如果没有哈布斯帝王朝, 对于被征服者的税收, 怎么能够付得起海顿和莫扎特的佣金呢? 就算我们不仅仅观察精英文化和高级艺术, 而转向一般人的世界, 还是会发现, 帝国的痕迹在现代文化中无处不在。 别的不用说, 我们语言的统一, 让我们能够自如地与全国同胞无障碍进行沟通, 这一点就得益于帝国。 在2002年的时候, 上映了一部张艺谋导演的动作电影, 叫做《英雄》, 比我年纪小的同学应该都没看过吧? 很好看的, 没看过的同学也不用去看了, 因为接下来我要彻底的剧透。 话说战国后期, 群雄并起战火纷飞, 七国之中, 秦国雄霸一方, 为统一天下, 秦王发动了对诸侯六国的讨伐战争, 这激起了各诸侯国辖士的强烈不满, 纷纷伺击刺杀秦王。 其中, 最为秦王忌惮的是真子丹张曼玉, 还有梁朝伟饰演的三名刺客。 于是, 秦王下令, 凡能缉拿真子丹张曼玉和梁朝伟者, 可敬秦王十步, 封官受赏。 这个时候, 李连杰饰演的主角登场了, 他未报国仇家恨, 也加入了刺杀秦王的行列, 并且他身怀一项绝技, 就是在十步之内可以击杀任何目标, 万无一时。 那么, 他现在所面对的问题, 就是要说服真子丹张曼玉和梁朝伟配合他完成大业。 经过一番周折, 李连杰虽然拿到了他们三个的兵器, 象征着已经缉拿了他们, 但是, 在过程中梁朝伟劝戒李连杰放弃刺秦, 并以天下二字相赠于他。 后来, 秦王召见李连杰, 取得了十步于秦王, 接受封赏的最高待遇。 李连杰抓住了机会飞身刺向秦王,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, 李连杰最终放弃了。 他以天下设计苍生为由, 要求秦王六合诸侯以正天下, 结束多年的战争与历史的恩怨, 最终李连杰还是被秦王万箭射杀。 秦始皇完成了史上第一次中国一统大业, 号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,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, 则即牛马, 莫不受得各安其语。 于是, 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记忆当中, 帝国时期成了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。 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, 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, 但我们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, 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动荡不安, 这种看法对于中国的历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 每一个帝国朝代的崩溃, 这种政治理论的主流力量, 就让各方禁逐的势力不安于各自为政, 而一心追求大一统。 这与吴小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艺术中的观点, 也是不谋而合。 下面是第三部分, 我进一步来解释帝国是如何推动全球化进程的。 在很多小文化, 向大文化融合的过程中, 帝国影响鞠躬至尾, 无论是思想, 人口, 货物, 或者是技术的传播, 在帝国内部的传播速度, 都要比分数不同的政治区域来得更加方便和迅捷。 还有, 最重要的是帝国本身就是要刻意地传播各种思想, 制度和规范。 这是因为两个很简单的原因。 第一个, 就是这样一来统治会变得更加的容易。 你想想看, 如果帝国的每个地区都各自有一套法律、文字、语言和货币, 那治理起来岂不是麻烦的要死, 所以必须要搞标准化。 另一个原因就是, 帝国积极地传播共同的文化, 能够强化它的政治合法性。 我们可以看到, 无论是铺路还是屠杀, 帝国都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, 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。 有的说是传播高等文化, 也有的说, 是给你们这些被征服者带来更多的好处。 比如说在中国的统治者眼里面, 我们可以从新闻联播里面就看到, 各个邻国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蛮夷之邦, 我们天朝上国就应该恩责四方, 广播华夏文化。 所谓的天命, 为的不是剥削和掠夺整个世界, 而是要教化万民。 同样的, 古罗马人也是说自己的统治是理所应当的,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让周边的野蛮人, 开始有了和平和正义, 使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高雅。 他们认为, 日耳曼民族生性野蛮, 高卢人生活肮脏, 为人无知, 一直到罗马人的到来, 才用法律讯化了他们。 所以, 罗马人也自认为, 他们所带来的不是剥削和奴役, 而是帮助。 公元前三世纪的孔雀王朝, 认为自己必须肩负起责任, 将佛法传播到无知的世界。 穆斯林也肩负着神圣的使命, 要传播先知的启示, 虽然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, 但必要的时候也不惜一战。 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, 也是大声呼喊着, 他们是来传播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的。 苏联人更是觉得责无旁贷, 必须协助推动这个历史的必然, 从资本主义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。 至于现代的许多美国人, 他们也认为美国必须肩负起世界警察的责任, 让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享有民主和人权, 就算这得依靠巡航导弹和F-16战机, 也是在所不惜。 帝国所传播的文化理念,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来自统治者, 正是由于帝国思想在于普遍和包容, 所以, 帝国也比较容易接纳不同的概念, 规范, 还有传统。 多数的帝国都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吸收了太多的文化, 而最终形成了混合的文化。 像是古罗马帝国, 里面有一半都来源于希腊文化, 蒙古帝国的文化几乎就是中国的翻版。 对于美国这个帝国来说, 有着肯尼亚血统的总统奥巴马, 可以一边吃着意大利披萨, 一边看着他最爱的英国电影, 而嘴上说的还是阿拉伯反抗土耳其的故事。 在另一方面, 对于被征服者而言, 进入到帝国这个文化大熔炉之后, 就开始了文化同化的过程。 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, 同化的过程常常带着痛苦和创伤, 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文化混合成果, 会令双方都感到陌生。 更加麻烦的是, 新加入帝国的被统治者, 并不能一开始就取得一个平等的地位。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, 话说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印度年轻人, 把英语学得无懈可击, 上了西方的舞蹈课程, 甚至还养成了用刀叉进食的习惯。 他把这一切学好了之后, 前往英格兰, 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, 还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律师。 然而, 后来这个年轻人到了英属南非, 穿着西装, 打着领带, 却因为坚持自己应该坐头等车厢, 而不是像他一样的有色人种那样, 乘坐三等车厢, 就因为这件事, 他被赶下了火车。 这个人就是现代印度的国父, 圣雄甘地。 后来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文化的同化终于打破了新成员和旧成员之间的障碍, 被征服者不再认为帝国是一个外来占领他们的政体, 而征服者也真心地认为, 这些署名就是他们帝国中的一员, 终于, 所有的他们都变成了我们。 就像是古罗马的臣民, 在几世纪的帝国统治之后, 终于得到了古罗马公民权, 非古罗马人也能够成为古罗马军团的高阶军官, 或者是进入元老院。 当时的他们变成我们之后, 开始成为了帝国军事和政治的核心力量。 阿拉伯帝国也有这样的过程, 阿拉伯帝国在公元七世纪中叶成立的时候阶级分明, 上层是执政的阿拉伯穆斯林精英, 下层被压制的则是埃及人、叙利亚人和伊朗人, 他们都既非阿拉伯人, 也都非穆斯林。 于是, 许多帝国的署名慢慢地改姓伊斯兰教, 讲着阿拉伯语, 也接受了混合的帝国文化。 旧时代的阿拉伯精英对于这些后起之秀身怀敌意, 害怕会因此失去独特的地位和身份。 至于后来规划的人, 也还需要不断争取在帝国和伊斯兰世界里的平等地位。 最后, 他们终于做到了, 越来越多的人将埃及人、 叙利亚人、伊朗人都视为阿拉伯人。 至于阿拉伯人, 不管是纯正的, 来自阿拉伯, 还是由埃及、叙利亚等移入的阿拉伯人, 也开始受到了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所统治。 阿拉伯帝国计划最成功的地方, 在于它所创造出来的帝国文化, 深受非阿拉伯人的全新爱戴。 即使是原本的帝国早已崩溃, 但是帝国文化仍然不断地发展, 传播不朽。 中国的帝国大计执行得更为成功, 并且彻底。 中国地区原本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, 全部统称为蛮族, 经过2000年之后, 已经成功统合到中国文化里面来, 都成为了中国的汉族。 汉族是以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的汉朝为名的, 中国这个帝国最高的成就就在于它仍然生龙活虎, 现在有超过九成的中国人都算是汉族。 现在我们来揭示帝国文化融合的底层逻辑, 我们进入第四部分。 从一开始, 一群人建立了一个大帝国, 形成了帝国文化, 随着帝国对外的扩张, 征服了越来越多的民族, 进入到帝国这个大熔炉中的许多民族文化, 不断地融合为夷, 帝国的文化逐渐得到蜀民的认同和接纳, 紧接着, 顺理成章的事情发生了, 蜀民开始以共同的帝国价值为名, 要求平等的地位, 这使得帝国的开国者失去了原本的主导地位, 而帝国文化依然蓬勃发展, 继续发扬光大, 这一套逻辑是帝国推动全球化, 促进全球融合的最基本的过程。 套用两个例子吧, 第一个是古罗马帝国, 首先由一小群的古罗马人建立了古罗马帝国, 之后形成帝国文化, 古罗马文化, 随着帝国扩张, 被纳入帝国内部的署名, 逐渐接受了拉丁文, 古罗马的法律和政治思想, 等等等等, 紧接着发生的事情, 就是帝国内部的高鲁人和加太基人, 以古罗马的价值观, 要求, 与古罗马人相有平等的地位。 最后, 原本的古罗马人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族群, 帝国的控制权, 也转移到了由多民族精英组成的群体, 这些高鲁人和加太基人, 继续把他们接受到的古罗马文化发扬光大。 再来一个比较泛化的例子, 欧洲人建立欧洲帝国, 形成了西方文化, 署名接受英语, 社会主义, 民族主义和人权主义等等的西方文化。 紧接着, 印度人, 中国人和非洲人, 以西方的民主, 自由和人权这些西方的价值观, 来要求与欧洲人享有平等的地位。 欧洲人因此失去了对全球的控制权, 形成多民族的精英群体, 最后, 多半信奉西方价值观和思想的中国, 印度, 还有非洲人, 继续发扬光大他们接受到了西方文化。 这一套, 就是帝国秩序, 造成全球大融合的底层逻辑。 下一个话题, 第五部分, 帝国对于人类文化影响的不可逆。 在帝国的愿景这一章中, 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, 就是我们很容易想把所有的人, 简单地分成好人和坏人, 而所有的帝国大概都会被归为坏人。 毕竟, 几乎所有的帝国都建立在鲜血之上, 并且通过压制和战争来维持权力。 然而, 现今的文化, 大多数又都是帝国的遗序。 如果帝国从定义上就是个坏东西, 那我们又成了什么呢? 有些学说和政治运动, 主张要把人类文化里的帝国主义成分全部清除, 只留下所谓的纯正, 真正的文明, 不要受到帝国主义的玷污。 这种想法在作者看来完全就是扯淡, 因为现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文化, 至少都有一部分都是帝国文明的遗序, 现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纯正文化, 任何以学术或者以政治为名义的手术, 想把所有沾染帝国主义的部位一次性切除, 那么病人一定会一命归天。 比如说, 在英国征服印度的时候, 数百万的印度人因此丧命, 更有上亿的人遭到剥削和凌辱, 然而, 还是大量的印度人接受了民主和人权的西方思想, 以至于现代印度仍然像是大英帝国的孩子。 大英帝国统一了印度大陆, 建立起了共同的民族意识, 形成了由单一政治实体运作的现代印度, 还帮印度奠定了司法系统, 创立了行政架构, 并且建设了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铁路网。 印度独立之后, 他们依然以西方民主制度作为其政治形式, 直到现在, 英语仍然是印度大陆的通用语言。 印度人热衷的棒球运动, 还有茶叶, 也都是英国人留下的。 今天会有多少印度人认为, 为了去除帝国的一切, 就应该让大家来投票, 看看是不是应该抛弃民主, 抛弃英语, 铁路, 司法系统, 还有茶叶和板球呢? 但是, 就连投票这件事, 也依然来自于殖民者的教导。 好吧, 就算印度人, 可以清除所有大英帝国留下的文化, 那他们维护的纯正文化, 到底是什么呢? 我们回头看看就知道了, 恢复的却是同属征服者的墨沃尔帝国的文化。 而且, 如果想要再清除墨沃尔帝国的文化, 恢复的又是更早的贵双帝国, 和孔雀王朝的文化, 如果更加极端的, 想要摧毁英国人留下的梦买火车站, 那由穆斯林征服者留下来的太极林, 又该如何处理呢? 所以, 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解决文化移序这个棘手的问题, 要知道, 历史就是无法简单地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, 当然, 除非我们愿意承认, 我们自己常常就是跟着坏人不断向前行走的。 我们的节目该到了最后一个部分了, 我们来预见未来的全球帝国。 现在, 全新的帝国出现了, 就是这个真正的全球性帝国。 统一全球这件事情, 很可能离我们已经不远了, 因为现在民族主义正在迅速地失去地位, 全球化正在凶猛地席卷而来。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, 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的人类, 而不是来自某个特定国籍的成员, 而人类政治的方向也该是保障人权, 维护全人类的利益。 而且, 现在出现的像是冰冠融化这种全球性的问题, 也正在侵蚀各个独立民族国家本身的合法性, 并且没有任何主权国家能够独立地解决全球暖化的过程, 未来的全球帝国也很有可能正是环保当道。 到了今天, 世界上各国政治虽然基本上仍然是各行其政, 但是国家的独立性正在迅速消失,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实行真正独立的经济政策任意发动战争, 对于全球经济市场的阴谋, 各个国家也只能逐步开放, 逐步面对全球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干扰, 还得面对全球舆论的监督和国际司法的干涉, 各国也得遵守全球在财政、环保和法律上的标准, 资金、劳动力和信息构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潮流, 反转并塑造着现在的世界, 国家本身的疆域和意见正在逐渐失事。 我们眼下正在形成的全球帝国, 并不接受任何特定国家或者族群的管辖, 就像是古罗马帝国晚期, 它是由多民族的精英共同统治, 而且是由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。 在世界各地,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、工程师、专家、学者、律师和经理人得到召唤, 一起加入这个全球帝国, 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, 就是究竟该响应这个帝国的号召, 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呢? 而且,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投入到了全球帝国的一方。 感谢观看